表单上面的这个 类似像这边上面我都有把那个最后完成的画面 大概秀出来给各位看 大概我们长的就像上面这个好了 以这个当成我们的样板 标准体重计算 也许我这上面这边外面标准体重计算 所以呢接下来的话我希望去更改 它这个表单 第一个是它的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是更改它的什么 它的左上角 左上角记得是叫caption caption 所以你这边把它改成caption caption这个地方属性 改一下叫做标准体重计算 你就打一个 OK好 再来的话 颜色的部分该不要改 也许我这边改成这颜色 也许我的底色改成那个浅黄色 那label的话呢 就是黄色这加红色的字 OK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它改 改的方法就是记得哦 这上面一样是属性 反正属性 基本上就是储存什么呢 储存这个元件里面的相关的设定的值 都放在属性里面 那里面的话一定会有个back color 点击旁边会有个调色盘 那你就选择浅浅黄色的 OK有了 好第一个我们已经把那个后面的这个表单给做完了 第二个的话呢就把那个我需要再来就是会有1到5分别就是升高到标准体重 然后做法其实就做一个就好了 其他我习惯用复制 复制就按Ctrl键往下拖拉 所以会有5个 那做法上就这样先把它做一个 然后这个当样板 那需要改哪些呢 第一个Caption把它改成姓名 反正就按照一个萝卜的坑嘛 那字颜色不对 所以改到Font 就是它的字的大小 大小多大才OK呢 你大概习惯了 反正16好了 或者你习惯的大小OK 好就用16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大概改了Caption Font 那再来的话就是前景颜色 ForeColor OK所以调色盘 字的颜色 红色 OK红色 再来底色 底色顾名思义嘛 Back Color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不需要实际的 你就是怎么样 看上面 基本上因为没办法 这个是美国人开发的 所以你属性它不会变中文的 所以你就看懂啦 至于底下还有啦 底下这东西反正 它都已经跟你讲这什么东西啦 只是说你要Try一下 目前用不到 不代表不重要 也许将来会用到 OK 你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底下这边 Back Color 也许把它改成黄色了 好 所以我基本上改了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那改完之后呢 我需要有五个Label 做一个当样板 往下 记得哦 Ctrl键按住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再拉四个 不过呢 即便是拉着Y7扭8也没关系 拉一下 把它框起来 主控向一定是白色的 格式里面的对齐 对齐主控向的左边 对左边 就有点像那个 小朋友排队 就排头为准 向左看齐 向左看齐 OK 向左看齐了 再来的话呢 手举出来 间距要一样 间距怎么样呢 格式里面有什么 垂直间距 设为相等 OK 他们就乖乖排队排好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一个 还像样的那个 表单 反正你只要利用上面的格式 我想应该 排一排 这个感觉跟那个 用Photoshop有一曲同工之妙 那个物件反正就是 放整齐就好了 对不对 好 那再来的话 其他不外乎就是 再放个文字方块 要让他填写的用文字方块 那姓名 一直到哪一个呢 姓名 身高 体重 性别用下拉的 这个不能填 用标签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先拉一个 大小 我想就用它当样板 可能需要改的就是 这里面的字的大小 也许你可 因为预设仪是 一定是9号字的 太小 所以你一样把它改成16 这样看不出来 但是你将来 输入了字的时候 直接执行的时候